請您來到聊得不安清澈 首先我們先拿這個綠色的紙做粽子 然後在上面先黏好雙面膠 雙面膠撕開來 然後把它做一個捲筒 黏起來上下 黏的時候一邊先黏好 慢慢推到另外一邊它才會變 然後開始把它壓扁一點 然後定書機先對著這個接線的中間 先定起來 拿固定 先定一個 旁邊再定一個 這邊再定一個 定三個就可以了 那因為我們要做的粽子 不能扁扁的 我們要做立體的 所以把它弄成直的 這邊壓一下 再定三個這樣子 這個可以讓小朋友學用定書機 這樣 這邊再定一個 這邊再定一個 好 這樣子一個粽子形狀就可以了 那如果做的扁扁的 你稍微 手撐一下 這樣子就好看 接下來 把繩子拿起來 繩子這麼長 繩子先拿 短的這一邊 然後放在這個形狀上面 手壓一下 大拇指壓一下 然後繞一圈 兩圈 好 然後這個 剛剛短的這個 繩子把它壓在下面 打個結 然後再打個結 再打個結 打個結就是 把它抓一個耳朵起來 然後繞過來 這邊再繞過來 這樣子 好 繞起來 拿起來 這樣就是一顆種子了 很簡單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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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最後 如果您喜歡我們的影片 請記得為我們訂閱按讚 支持分享喔 讓我們下期見 掰掰 掰掰